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的几率高出一般人数倍 全台超过300万人受到威胁 甚至每10分钟就有一人因为衍生的慢性病而死亡 2016年的死亡率竟高达31.2% 代谢症候群是什么呢? 代谢症候群是腹部肥胖与三高的群聚现象 其危险因子包括 腰围过大 三酸甘油脂偏高 好的胆固醇偏低 血压偏高 空腹血糖值偏高 以上五项只要具备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的发生与内脏脂肪痕积及腰围超标有关 根据研究 女性腰围超过80公分 男性超过90公分 有高达五成几率会罹患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 耗发于30到65岁青壮年族群 为避免三高及心脑血管疾病 请您维持健康腰围及理想体重 65岁以上年长者 除非特殊情况不需刻意减重 若您已有三高现象 建议就医寻求专业咨询 为了推动预防医学及营养保健工作 使台湾更健康 2003年 统一企业 统一超商 共同捐助成立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 董事成员皆为营养 食品 医学专家 2006年起 更结合产观学力量 投入代谢症候群公益宣导 提倡腰围八九十 健康 常维持 以及实践3D健康生活的概念 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 为了提升民众健康意识 举办各样推广活动 主要有7-11迁徙健康小站 全国健康日代谢症候群健检活动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评呢 是如何善用国家长照的资源与支援 照顾家中的长辈患者 那为什么今年会特别定了这个题目呢 我们想要各位知不知道 其实在今年就是2018年的4月 台湾已经正式的迈入了高龄社会 什么叫做迈入高龄社会 也就是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 已经超过台湾人口的14% 也就是说每7位台湾人口里面 已经就有一位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了 所以要如何好好的善用国家的支援 去照顾我们的这些长者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不管您现在是已经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是您的家中有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 相信这个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能在这几年来就是已经有比较 让大家觉得需要被关注的老人长者的议题 是失能跟失智这两件事情 但其实在今年开始我们基金会 对千石赛健康基金会 其实也开始在投入另外一个议题 叫做基小症的防治 所以其实在今天也就是在今天 我们刚好在全台的 将近700家的7-11的千石健康小站里面 也在推广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量一量自己的小腿围 确认一下你自己的肌肉是不是有不足的情况 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 可能要开始注意自己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 然后要做一些主抗型的运动 去防治及小症这件事情 那当然以一个民间的预防 就是保健预防的一个推广的团体来说 我们的力量可能很微薄 可是对国家来说或许我们还有更多可以善用的资源 所以今天这场讲座也非常特别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讲者 那第一位讲者呢 就是卫生福利部长期赵护司的周道军专门委员 我们请周专委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国家有哪些资源可以让我们利用呢 那我们来掌声欢迎专委 大家早安 好 我叫周道军 简单说就是个公务员 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从政府的角度 目前我们大概在做厂照是在做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很想要这样子做 那等一下那 我们跟林陈寅称秘书长 其实会有更深入的介绍说 现在要用到厂照司员的时候 怎么用 最重点 我们大概会做一个简单这样的分构 那 谢谢 不好意思 让我换个档案 好不好 我们原来给我们协会是一个PDF档 我们把它换成PPT 然后有一些东西我想应该不会更好来 跟大家介绍 那在办档案的时候 我们简单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 在座的各位朋友 刚才我们主持人在一开始跟大家介绍 台湾在今年的4月开始进入一个 进入所谓的高兴社会 那高兴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照考约求的定义 它是说 当我们的全人口 其中有超过14% 超过65岁的时候 我们叫做高兴社会 我们在今年的4月 上了这样的标准 那台湾的情况呢 为什么要去推厂照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在 我们常常在报档上看到 台湾在面与所谓的高兴化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景序 但是其实我们要关注的可能不是单独这样一个点而已 而是我们要继续在往后看 照我们现在我们行政院国发会的推幅 我们在2026年 我们全人口应该会有20%会超过65岁 那这个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大概走在马路上 差不多有五个人里面 有一位会超过65岁 所以这很严重吗 告诉各位 事情还没有完 依照最近这一个版本 国发会的推幅 在2065年的时候 台湾超过65岁的人口 毕竟会达到41.5% 也就是走在路上 五个人里面会有两位超过65岁 那在这样的结构底下 OK 我们会看到每五位里面 有差不多有两位超过65岁 当然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我们以现在 我们的营养跟保健的水准 65岁其实我们会说 它叫老人吗 其实我们在座里面 可能有很多65岁以上的朋友 基本上朋友 大家聊天的时候 都会说 各位都是活龙一尾 其实情况好好的 但是坦白说 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演进 我们大概会面临到 他的身体的量能 或者是运动的能力 或者是身体的机能 会慢慢的开始在推广 所以我们看到 2065年的时候 就是前一版本的资料 当时推到2061年 是38年之后 那2065年 会到41.5% 那在等到2065年的时候 台湾会有多少人呢 国发会的推广 照我们的出生率中推广的话 大概在2020到2022年时间 台湾的人口会到最高峰 我们现在号称 2350万人 差不多就在这个数字左右了 之后呢 台湾的人口会慢慢下跌 到2065年 以现在的推广 到时候台湾大约剩下 1750万人 会比现在少600万 那我们去想 所以当我们去看 长期照顾的时候 政府在看长期照顾的时候 我们看的不只是 现在我们需要照顾的对象 而且我们要一并去思考 我们长期将来 20年 30年 50年 台湾会是怎么样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那台湾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 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看看 我们现在台湾老得很快 那我们周边国家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老得特别快 或者老得怎么样呢 好 我们简单的把它区分一下 好 我们如果用东亚的 国家地区来看 台湾 日本 韩国 新加坡南 香港 我们去看到 他们大概从 国65资本口 7%到14%时间 大概都在发生 20几年不等 然后14%到20%的时候 大概都在发生 10年上下而已 但是我们去看到 欧洲 美国 其他的国家 它跟我们的结构完全不一样 他们发生也相对长得多 我们简单地去分析 两年移民 其实大概最大的问题 会出在移民政策 那不过移民政策 不是我们长到现在 这么过界需要去谈的问题 我们就不知道 其实台湾大概花8年 从14%到20% 韩国跟我们数据差不多 日本花11年 新加坡 香港 大概都要10年上下 那这个造成这个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当1945年 民国34年 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全球开始进入婴儿场 台湾又一直的一步比较晚 我们大概在民国40年到42年 这个婴儿场大概才开始 那在那个时候 台湾一年大概出生38万人 之后更高 最高的42万人 这样的时间一直维持到大约民国75年 也就是说台湾的战户 用不精准的角度来看 台湾每年如果会用38万人 做一个分界结架的话 台湾在这个每年出生超过这个数字的人 大概持续差不多 接近35年的时间 那好 我们用民国40年来当切点的话 在105年的时候 这些人开始卖入65岁 卖入65岁 也就是说从民国105年开始 台湾每年大概就是有 30几万人要跨过65岁的门坎 这就是我们要去面对 要去处理的事情 那么好 当然不表示65岁上的人 都需要长期照顾 但是台湾我们刚才会提到 为什么人口数会开始往下跌 因为我们不只人口老得快 老得多 而且我们升得上 那么在民国88年左右的时候 台湾每一个育龄妇女 大概一辈子会生1.76个小孩 到民国105年剩下1.13 剩下1.13 那么大概我们推估到105年106年的数字 大概剩下1.1左右 大概1.1 那这是我们的情况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 我们先不考虑这个 马上越比较去做公投的这个 这个什么爱家不爱家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人口替代的角度来 还有一般是觉得 如果一个育龄妇女 但她的一生大概升到二的时候 人口替代可以维持冷定 那台湾大概就差不多 在这个一半多一点点 它一半差不多出走一点 我们的生育率确实是相对来讲 从人口学的建议来讲 是稍微低一点 那么 生的少会造成什么情况 就是每个家里面人数会变少 在民国85年的时候 每一个每一户里面 就是台湾的人口数 除以台湾这个每家户口云部的数量 户口云部的总数 每一户里面大概有3.57 到了106年只剩下2.7而已 大概少了快一个人 20年的时间 每一户里面少了快要一个人 那我们用一个不太精确的数学观念 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如果一个家里面只有2.73个人 家里有一位是扣掉一 家里有一位 可能需要维持家里的经济支柱 再扣掉一 所以剩下呢 我们假设这个人是 剩下这个家里面的成员 来照顾这个资本的人口 剩下多少 小于一 就是家里面简单说 就是家里面要去照顾 我们能量能不够 能量能不够怎么办 我们就要从外面找 长照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结构 也叫我们希望去做的 我们整个长照2.0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几件事 大概最简单的两件 第一个我们希望国民健康的时间 能够越来越长 随着我们的生命的状态 我们一开始会在很健康 也许会稍微有点养健康 接下来进入衰落 他可能会走路越来越慢 他可能会上下楼梯 会比较吃力 开始会 我们开始会进入衰落 那么接下来他可能 有可能会失智 甚至失能 那最后他可能会需要重病 会卧床 最后那么他就离开了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把衰落到这个时间 能够往后延一点 他能够健康的时间 能够更长一点 台湾现在国民平均余命 最新的一个版本 告诉我们 我们国民平均大概0到80岁 那男性比女性大概差5岁左右 男性大概在77到78岁 女性在83岁左右 我们如果我们的国民平均余命延长 但是我们希望多出来的时间 我们希望他不要是躺在床上 你是延长的余命 是一个有品质的生活 我想这个可能会更重要 所以长照是希望 他的健康余命能够延长 那么即使他可能会有失智 可能有失能 我们怎么样去把他能够 剩余的功能 能够把他维持住 把他剩余的功能维持住 然后去减少他需要完全的卧床 完全靠人家照顾的时间 这个就是长照我们大概希望做到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底下 长照大概的一个目的 我们希望在做长照的时候 我们希望当然品质要好 价格要合理 价格要合理 而且能够普及的去做 那让这些老人能够在地老化 那么在讲在地老化的时候 我们在做好 有很多看起来年纪可能会比我再长一点的朋友 也许我们再去问问自己 当你在老五岁 再多十岁的时候 你希望住在哪里 你的第一个选择会在哪里 家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在地老化 那么当然因为世代的不同 也许我们接下来再问 那么如果 问你住到机构里面 你愿意不愿意 那不同的世代可能会慢慢的不一样 现在八十岁以下的世代可能会觉得这个接收度很低 五十岁以下 五十岁左右的他会觉得说 这个考虑考虑 看看这个地方环境好不好 这个是比例的问题 没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在地老化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长到其实是处理一个生活的东西 它处理的是吃喝拉撒 处理柴米油盐 处理在生活中要去做的事情 既然是生活当然是在地 如果到一个机构里面去 完全的跟外界完全分开的时候 这感觉上其实就不太算生活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在地老化 那么既然要能够在地 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 我们希望延长他的健康预运 所以在他还没有进入失能的时候 我们希望向前延伸去做一些出急的预防 跟照顾 那么我们在社区里面 在家里面在社区里面有多一些支持性的活动 让他能够真的做到在地老化 所以长照2.0照顾的对象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大概都是老人为主 确实是老人为主 但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长照2.0照顾的对象除了65岁以上的失能的老人以外 我们同时处理照顾55岁以上失能的原住民 为什么原住民会拉到65岁 我们在做国家的健康研究的时候 我们在算国民的平均余命 我们的国人平均余命80岁 在座有没有人知道 原住民 我原住民的平均余命是多少岁 是多少岁 多一点 不止 大概比我们国人平均少8岁 72左右 所以相对来说 换句话说如果他的平均余命是少8岁的话 那么他可能发生的失能的失能的失点 就会再往前 所以长照2.0会把这个部分往前比 接下来呢 我们会梳理的是什么 50岁以上的失失症患者 三四年前台湾有一部 在奥斯卡 有播放一部在奥斯卡提名很多的 很多奖项的电影 叫做《我想念我自己》 在座有点头有人看过 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位比较早发的失智症 阿萨海默症的割案 那当然阿萨海默症发生的其实比较多的 其实随着年龄 他的发生率会变高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的原则上 我们处理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用50岁以上卸定 50岁以上失智症的割案 我们就会照顾他 接下来我们会照顾身心障碍者 身心障碍失能的时候 我们也拿进来照顾 而且这个对象是全年龄 全年龄 我们如果是讲这样的个案的话 它即使是 例如说如果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 因为交通事故 也就全看了 那么他需要上级照顾 长照2.0 可以包含这个部分 那么最后一块 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要向前延伸到预防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去日常生活 需要他人协助的独居老人 或者是衰落老人 我们也拿到长照2.0 整个照顾的范围之内 照顾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短片 到底要怎么样来用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下 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长照到底在这个 我们针对这些对象 我们是来做生工期 没有关系 因为 已经改了几次长短片 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大 如果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它跳出来 我们就跳过吧 谢谢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在做这些长照2.0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照顾了这么多对象 照顾这些人说 我们到底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们大概把服务 现在长照2.0主要提供的服务 大概分为比较社区式的 居家式的服务 居家式的意思就是 有服务的人员到府上去 帮这个需要照顾的人 来做处理 那么我们在这个图上 我们看到 大概其实当时 那个比较红色的角度来看 包括来接什么 照顾服务 包括专业服务 什么叫照顾服务呢 也许有个失能的人在家里 他整摊或是长期卧床 我们会有照顾服务 在家里面帮他洗澡 翻身 做一些被动的关节活动 糖酒他如果不动的话 那个关节胃囊的时候会僵硬 帮他做这些东西 不只是这些 还帮他什么呢 例如说他如果是失能 他在家里不方便做饭 我们可以有服务员 帮他做一个简单的便餐 帮他简单 然后帮他做位置 但如果他因为取决不方便 他可能要管不关他 我会帮他做管不关 甚至呢 附带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家务整理 简单的家务整理 我强调是简单的家务整理 为什么说简单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国内现在对于我们在做这些 具家的照顾服务员的时候 他们其实做的是一个 比较有需要专业训练 去照顾这个个人身体为主 但是呢我们在国内有一点点 会把这些照顾服务呢 会把它当成是比较印象中 会把它偏向用在 去帮我的家里面做一些整理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照顾员以往会被人家 去贴上有人在聊天 会贴上个标签 把说我们的照顾员叫做终点工 叫成终点工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专业的味道就降低了 降低的结果是怎么样 坦白说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行业 那将来要谁来照顾人呢 我们会面临到这样的情况 那叫完终点工海独算 每年其实在使用这一类 居家服务的时候 用的最多的 我们用月份看 各位知道在前十天吗 我告诉各位 十二月跟一月 为什么 因为快过年了 亚大萨族 我们曾经碰到有些居家服务的单位 在跟他服务的个案 在签服务的契约 比如说我们有照顾员 每天每多久到你家服务一次 做一些服务内容 他们在服务契约里面 我们曾经看过有服务单位 特别要去签 他说本单位的服务员 不提供以下服务 一 洗沙窗 二 心理愁有严寂 有人在笑 我告诉各位 会要写在契约里面 就表示他们遇过真的这样的个案 他们遇过这样的个案 那当然其实绝大多数的使用者 其实都会把我们的照顾服务员 当成是一个有受过训练 专业训练的去照顾个人的身体 做这些照顾服务 第二呢 会有一些专业的服务 他是有专业的人员 包括像护理师 护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到个案的家里面去帮他做服务 哪些呢 也许像我们有些在家里的个案 他会有管理 甚至他会带管路 鼻胃管 尿管 等等 那带管路 或者是因为长期的 久坐 长期的卧床 他可能会有压疮 有伤口 他可能会要做处理 那这些很多护理人员来做 那么也许是 像他这个 因为中风了 出院了 回到家里面 他大概不太容易 回到以前一样 可以跑步 可以什么 但是他透过一些好的 赋能的动作 他可以在家里面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 这些需要护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的协助 我们会有一些居家的专业服务 当然 个案有时候他怎么样 他会需要 我需要到社区里面去动一动 我也许一个月有两次 我要到医院去看隔壁 我们有交通接送 那么在家里有一些营养的餐饮 有些老人 我们在家里 家里没人 一个人煮一顿饭 很麻烦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送餐过去 或者他也可以到社区里面 跟大家一起吃饭 那么这些是居家型的服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一些社区型的服务 包括简单的隔壁 有些叫做日间照顾 有些家庭托付 小规模多听的 失智的服务区点等等 好 什么叫日间照顾 讲学理太麻烦了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来让大家想一想 我们家里面 如果有小朋友的时候 四岁 我们会把他送去哪里 幼稚园 好 日间照顾就有点像这个味道 它是有一个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场地 那么老人家白天 我们就送去 他在里面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活动 不管是身体的 智能认知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活动 晚上再回家 好 要去的人等等 那么什么叫家庭托付呢 一样我们用小孩子来比喻 如果家里有个一岁的小朋友 我们要送出去 我会送哪里 保姆 好 我们送保姆家 家庭托付就有点类似的概念 家庭托付是一个比较接近 像家庭这样的空间 它最多只可以照顾四个人 照顾四个人 那很适合地去 可以到他去接受照顾 那么有些叫 什么叫小规模多机能呢 因为有一些单位 我也许会做一些 派人到居家去做服务 我自己也有一个空间 来处理像日照的这样的东西 甚至呢 我平常要做日照 日间的照顾 但是也许这个私人的个案 我家里面照顾他的人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出差两间 晚上没人顾怎么办 他也可以在这个叫做小规模多机能的地方 他晚上 偶发性 突发性的 短时间的 晚上可以住在哪里 那就是一个 跟日照差不多规模的空间 但是我会附带一些住宿 附带一些其他性质的活动 那么这些基本上呢 都是针对比较偏向已经到失能程度的个案提供的服务 那么如果他还没有失能 在雅天康道衰落的时候 各位我们在社区里面都会看到一些像什么 文定 社区里面会常常看到一些社区的关怀距离 我们社区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些关怀距离 那么会有一些我们社区里面的长者 例如到社区关怀距离干什么 中午过去用个餐 或者呢 有时候你不过去 例如会接到一个温暖的电话 我问一下说 诶 这个两个礼拜最近状况怎么样 好不好有什么需要人家帮忙 需要人家协助 关怀距离 那么我们这样的性质的点 在原住民地区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健康的干 另外教育部体系也有一些健康热灵中心 学习中心等等 那么同时像在这些社区系的距离里面 我们还有在做一些什么预防延缓失能的计划 那么他和我们这个平常早上考到社区公园 去打个太极拳 做个什么五行工什么 稍微不太一样是什么 我们会用科学比较更有科学的方式去前端 先帮你做前后测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去测量你的结果 那你要进来做的话要有一定的标准 那来做一些活动 然后呢去维持你身体的体能 维持身体的体能 那么我们岔开个小话题 其实我去评仰老人 这个在公共卫生里面去评仰老人 他的健康或者活动一个最常用的标准 最常用的标准 他其实量一个东西 量他的大腿 大腿的腿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 因为活动量越来越少的关系 其实他的大腿随着时间 有可能会慢慢变细 所以有适度的活动跟训练 维持他的大腿粗细 其实会跟他长期的健康理论 相当明显的正相关 这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一看到的都是比较 跟像社区和居家的服务 那么当然也许可能会有一些 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照顾的个案 我们只要把它送到 也许会需要送到机构里面去 那么长照2.0在处理的 不只是这些有失能的个案 还有一些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 照顾这些失能的人 我们也要照顾他 我们像刚才常常在社会版里面 会看到什么 老先生照顾老太太 但是呢 照顾不动了 结果呢 两位老人家牵牵手就一起走 这个或者是什么 哥哥照顾妹妹 孩子照顾妈妈 然后呢 太累了 受不了了 一起走 因为照顾人其实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所以长照2.0 你不只是照顾个失能的人 也要照顾这个 照顾失能的人的这个人 我们把它叫做家庭照顾者的 会有一些知识的服务 让他可以出来喘一下 很多人他说 我一天24小时照顾这个人 其实你每天或者多久 你让我出去 也许我出去办点事 你让我出去 甚至你给我一个钟头 我出去喝杯咖啡看看天 我累积一点能量 我回来 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他会需要一些资源 需要一些资源 那当然 我们一样我们本来就有很多这类服务 可以引进去 那怎样让大家去做 那当然老人失能的人 身上会有病 多少会有病 急性的慢性的 慢性的最多三高 糖尿病慢性肾脏病等等 都可能有 所以这些照顾的活动 怎么样能够跟他的疾病管理 能够一起去整合起来去处理的时候 可以做得比较好 很多老人家在原来在家里面 他最后突然一下进去住院 为什么 因为慢性病的急性变化 血糖一下不要高了 昏迷了 出去一住住了半个月 住了半个月之后 肌肉或者能力快速的流失出来 开始变成全部都要人家照顾 做工了 一样的状况 这是怎么样 所以肠道要去处理的 不只是后端的照顾 前端怎么样能够跟医疗端 一起去做一些结合去整理 这是肠道一起要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去做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我们要去找到政府的长到服务 到底需要服务的人在哪里 所以政府设置了一个专线 叫做1966 那么民众只要拨1966 我们会自动把这一通电话拨 转接到他发话地的每一个县市 有一个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都会有照管中心 那么他就说我家里面有一位 我们觉得可能是失能 我们觉得可能需要协助 那么他就照管中心会派一位专员来评估一下 他是真的到失能的程度 有失能或者失能到什么程度 失能我们就给他一定的格度和服务 等下我会来谈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只拜托各位 这一个钟头记四个号码就够了 这一个钟头记四个号码就够了 你为什么 在座各位大概都用不到 但是呢 你可能会遇到 你可能周边的人会遇到 你可能社区里面的人会遇到 你发现可能有需要的时候 那么也许自己打 也许其他打 这个号码 这个电话打过去呢 前五分钟免费 一定有没有说 您政府实在是有点小气 我告诉各位 我们算过 现在全省 全国每天大概在450通到500通不等 我们算过 平均通话时间 三分半 所以等于免费 等于免费 所以有需要的 1966打进去 我们就会有长期照顾管理的东西 就会派人到家里面去做评估 评估出来呢 这个人如果真的失能 那么我们就会靠着他失能的等级 然后他失能的时候需要处理的问题 每一个失能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不太一样 那么接下来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失能的个案 派给相关的服务单位去帮他定 怎么样去帮他照顾 例如说 是不是两天要洗一次澡 然后多久要回去看一次医师 那么多久或者哪一天要到他家里面去 帮他也许帮他做家务的清理 帮他做煮饭等等 这些细部的照顾计划 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来帮他做处理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想影片我们就不看了 那么这样的动作 我们刚才这样的流程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体系 我们来看的时候 大概我们这样去看比较方便 也许个案他会从社区他就被打疫情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 有一些民众他是因病 那么我们现在跟国内有大概180家左右的比较中大型的医院都在辅助 那么只要是出院的个案 那么只要是出院的个案 他如果看起来会有这些肠道需要 他在出院的时候就可以帮他来去做一些衔接和准备 他有失能的需求 那么他一样做完这些出院的准备工作之后 也会pass到我们的县市的照管中心 照管中心帮他去做评估 误误完确定他失能等级 给他可以使用服务的项目 我们就会找到一个专门做个案管理的单位 个案管理的单位 帮他去连结各类型需要的服务 也许是到家里帮他做洗澡翻身拍背帮他煮饭 帮他去看医生 或者是找到护理单位帮他去做一些管路的护理 找到护理治疗师帮他做一些关节的活动等等 我们会帮他去连结各种各样的单位来帮他做服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肠道ABC 我们大概有一个简单的印象 所以到底一个被评估完的个案 他可以拿到怎么样的服务呢 现在我们主要的会提供给他四包钱 等一下怎么好好用这四包钱 陈明处长会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 如果我们会给他四包钱 这四包钱第一包叫做照顾力专业服务 依照他的私人等级 我们现在评出来的私人等级 会提供为七个等级 我们用一个多元的评估量表 它会从1到8 从轻到重 1我们把它定位为衰弱 2到8都是私人 从轻到重 如果你是二级的个案 每个月可以用1万020块钱 照顾及专业服务 照顾及专业服务 最重的八级可以用到36,180块 每个月 那么大家想说到底好用不好用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 如果他会需要找一位照顾员 到他的计划里面有一项 叫做请照顾员到家里面 帮他在床上做插槽 插槽插一次多少钱呢 265块 265块 他额度就用掉265 那民众自己要不要付钱呢 要 付16% 如果你不是低收入 或者中低收入的话 一般仅仅我们自己要付16% 也就是付265 乘100%大概付40块钱 自己差不多付40块钱 换句话说 如果即使你是最重的 一个月要到36,180 你一个月部分负担全部都用完了 你用在各种的服务使用上面 你一个月大概差不多付5000块左右 一个月差不多5000块左右 可以用相关的服务 那么第二块是交通接受 我们刚才提到 也许你会需要出去看病 两个礼拜也许要去看一次医师 那么这个可以用交通服务 每个月1680到2400块 不等看你住的地方的交通便利性 越便利的我们给额度低一点 越远的地方你住在花莲台东 还可能在山上我们额度会比较高 那第三个呢 因为你是在家里面过日子 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个 辅居跟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的 每年三年有4万块钱 三年有4万块钱 例如说 家里老人家或者是 需要一个轮椅 5000块 那你就从4万块钱里面 扣5000块钱的额度 去买一张轮椅 那这个5000块里面 你要自己一样 你也要部分负单 负多少呢 30% 所以自己负1500 政府负3500 政府负3500 最后一块 喘息服务 喘息服务 那么我们依照它的失能等级 我们分成两块 如果你的失能等级是比较轻的 轻度的到比较中等的程度的 二级到六级 每年有3万2千3 如果你的第七级和第八级 比较严重的失能程度 那也有4万8千5 那么这样的额度呢 怎么用 它就是用在喘息的部分 如果你的照顾者 需要喘息的时候 你可以找服务员 在家里面 照顾你这个照顾的人 你自己出去喘息 或者是 你也可以把这个照顾的对象 带到一个外面的机构 他可以做友人照顾 你自己出去喘息 那么这样的额度 大概算下来怎么样呢 如果是找一位居服务员 到他的家里面去照顾他的话 我们用一个全天来算 这样3万2的 我额路一年可以用14天 可以用14天 如果你是重重度4万8 大概用到21天 大概用到21个全天的服务 这个是大概 我们现在整个服务的状况 那有些影片我们就停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希望去做一些预防延缓事 刚才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第二个我们刚才看到所有东西 都比较偏重在 好像偏重在身体的失冷 但是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失智的个案 它需要照顾 失智的个案照顾 它单纯老年绘画的健忘不太一样 失智其实是一种 就比较接近疾病 比较接近疾病 那失智呢 它有分很多的类型 阿斯海默症是其中的一种 其他血管型等等 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疾病 那么它需要透过一个失智 它最大的特色 它不可逆 不可逆 也就是说当你失智的时候 它不会开关 它不会变回来变成年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照顾 透过一些治疗性的动作 可以让它失智严重的程度 下降的速度变慢 可以维持得比较久 维持得比较久 那么也许在座的各位家里 或者周边 曾经遇到过失智 它到了中度的时候 它可能会游走 我们在路上可能社区 会碰到什么 老人迷路 有老人家什么 就走走走走到高速公路上去 那这类个案 其实如果我们去诊断一下 它有可能 这是失智型的个案 它就走 它会忘记很多的事情 它可能会记不得 我有没有上过洗手间 我记不得 我到底吃过饭没有 所以八点吃完早饭 九点会继续吃 九点吃完十点继续吃 它会一直吃 或者它会忘记吃饭 它一直都不吃 都有可能 那每一个个案的状况 会不太一样 那么这一类失智的时候 当然它需要做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从 卫福部从106年开始的时候 除了它已经确定失智 我们有一些机构 可以来照顾它之外 我们希望从前端 一开始在做预防的部分 我们开始做一些动作 去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大概跟国内主要是医疗机构 我们设置了到现在为止 应该有75个共同照顾中心 那它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在做失智症的诊断 失智症 失智症照顾人员的训练 然后呢 跟一些相关的培训 咨询的活动 那实际上一个个案 如果它被诊断出来是失智 那要去哪里 失智听起来很恐怖 可是它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它那种正常的相差 并没有那么明显 并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失智呢 我们也会让它可以找到 失智 我们也去固件了 相当多的社区的服务据点 到十月底的时候 国内大概有三百四十处 左右的失智的社区型的据点 那持续 我们会继续的到这样的据点 可以去增加 那去照顾国内需要 去能够得到一些 协助的失智的个案 那也许有人会问 那这样的算法看 台湾到底这些失能失智 到底有多少 我们大概去稍微 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 还去推估 我们去推估 以今年107来讲 台湾大概全部的 失能的 失能需要长到的个案 预估大概是76万5 我们的推估大概是76万5 那么 失智的呢 有学者的 有学术界的推估是 大约在27万左右 大概有27万 那他想到27万 好像感觉这个数字很大 但是这27万里面 大概超过八成 都是几千度到千度 那些生活周围 跟我们相差有限 他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很多照顾 也许比例就 并不是像这个27万 想象起来那么 那么大 想象起来没有到这个程度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 像这76万5的 失能的人口里面 那么到底他是谁在照顾的 我们简单的说 这76万5里面 大概有10万到11万 是我们评估为衰弱的个案 好 那国内呢 真的到失能的个案 大约有差不多 20万人多一点点 不到21万 是家里有拼外老 那拼外老最多的呢 就在我们双北 拼外老 国内大概有差不多 20万人到20万5千左右 在拼外老 那么已经住到 各类型的机构里面去 例如说 像护理之家 像这个有一些养护机构 大概有9万人 大概有9万人 或者是有一些像 我们是这个 农民体系的 会住在农家里面 农家现在也收一些 一般民众自费的养护 这些加加起来 大概有超过 大约9万人 所以国内现在在社区里面 需要照顾的个案 大概占 差不多45万人 不到一点 不到 45万 那么我们从106年开始 推动长周2.0的服务 到10月底 我们大概统计的数字 国内我们可以去照顾的个案 大概在15万5左右 15万到15万5之间 我们大概已经处理了 我们大概能够涵盖到接近 差不多三成到三分之一 我们的这样量 我们希望两年之后 大概可以到五成 希望两年之后 大概可以到五成 那长到 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 老年是一个 我们一直会面临的问题 我们希望把这个很概率 越来一步一步的去把它拉上来 那这样拉上来的过程呢 就是需要不管是失智 或者是失能 它其实不只是政府来做 而是政府跟民间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单位 大家一起来合作 把这样的一个照顾体系 像刚才我们看到 像APC这样的一个照顾体系 我们去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在失事证的部分 我们回到失事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整个照顾 一样也是有一个体系 其他照顾的 我们有一个失事证的 一个专门的一个照顾专线 那么其中也有一个 家庭照顾者的资讯专线 就是我们家庭照顾者的公团会 那由提供这些照顾者的 採集服务 这些照顾的人需要做一些 照顾观念的训练 照顾技巧的一些训练 那么单位也可以去仿视一下 被照顾的人的状况 那么家属中间可以做一些支持 一些互助家庭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 失能的个案 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它一方面来自社区 第二就是来自于出院 所以在出院的部分 我们的目标是出院前 就可以帮它作为失能 去做一些评估 评估完 出院之后 尽快尽快就能够有服务到家里面去 尽快到家里面去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出院以后 你开馆要说你要一个月一个半月 服务才到家的话 那我们民众的选择是什么 他说我要跟你一个半月的话 我干脆去请外劳 去干什么干什么就好 但是去外劳坦白说 经济负担比用政府的肠道服务 其实真的要高蛮多的 高蛮多的 好 那么这边是有一些 我们在做出院准备的部分 那宣导的短片我们就不特别谈 那么对家庭照顾者 我们刚才讲到 怎么样去支持它 那么1966是一个 我们在县市照管中心管道 目前呢 我们和家董一起在合作 国内的20个县市 不含金马 国内的20个县市 我们现在都有 一共有30个家庭照顾者支持的据点 那我们这边可以大概看一下 那这些据点做的呢 就是帮我们家董的照顾者 也许有些训练 有一些帮他去连结 你需要一些照顾的资源 那么有一些照顾的教育的训练 甚至对他的心情 他的感觉 怎么样去帮他得到一个疏解 等等 在这些支持据点里面 我们都可以来做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都非常希望外界能够知道 政府在做的长道的一些活动 所以在卫福部的官网上面 我们已经有一个叫做 长道政策的端区 在这个端区底下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所有的一些服务的东西 大家有兴趣想要知道有什么东西 不只是看常见的问题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宣导资源 各式各样的短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一下 知道政府在做什么 我们大概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各种各样的服务 哪里有等等 那么在这个资讯公开里面 我们大概都有一些长期的资源 例如说我想要找我自己家抽编 有没有一些长道的服务的单位 我们也有一个 有一个不管是实施证的 照顾的资源地图 或者是长道服务机构的资源地图 大家都可以看 那这个是长道服务资源地体地图 那这个版本呢 我们要老实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版本 现在状况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呢 我们正在做一个更好的版本 所以现在这个版本呢 坦白说 有一点点将就 有一点点将就 那么大概在每一个地图上面 各位可以找到我自己家里周边 有没有A 有没有B 有没有C 有的话 这个单位是在哪里 名称是什么 联络的方式是什么 那么我们预期大概在明年周 明年的第二季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那么它可以更方便 我们民众的检索 我可以去检索 我家里的周边 例如说五公里 有多少资源 每一个机构呢 它是做什么服务 我可以看得更方便 更仔细 我们现在会有一个新的版本 预期大概明年周会出来 那么时事也一样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失智周边的 我有哪些服务的单位 有什么样的资源 预防延缓失能的部分 也可以透过这些系统 我可以去看得到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先把介绍会停在这里 最后呢 虽然是政府机关 我们还是要做一点小小的工商服务 还是一样 四个数字 谢谢大家 那打电话 嫌麻烦 我们微服务 一样 有LINE 等等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 我先到办公室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专闻 很精彩的联想 那我们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开放一个问题 好不好 有没有在场听众 有问题想要请赵州专闻的 讲得太清楚了是不是 好 那没关系 那我们再一次掌声 谢谢 有一万一 好来 我说明一下 长照 其实大概在民国95年 就是6年 当时政府就开始在退 好 当时叫做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好 那这个十年计划呢 大概在106年会到期 就结束 好 那当时呢 其实政府投入的资料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在105年 这个总统选完之后 我们把整个长大的计划做了一个规模 做了非常大幅度的扩大 那么我们基本上我们希望民众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大家都长期照顾十年计划2.0 所以我们会从106年开始做十年的时间 做十年的时间 那也顺便说明一下 在这十年我们从去年开始 为了要充足做这些长到的财务的资源 政府去修了两条法律 一个是烟酒税法 另外一个呢 是遗产及证的税法 把税调高了一点 调高了一点 调高出来的部分呢 就指定用途放到长照这个部分来用 照今年财政部的估计 我们大概长照所有可以使用的财源 大概在新财币330亿左右 大概新财币330亿 那大部分是来自于烟税 烟税 那增加幅度每根烟多一块 每根烟多一块 那顺便做一个小小的澄清 我外面有时候在开玩笑就说 因为是调烟税来用在长照 大家就有一个开玩笑说 这叫做抽烟就长照 我们听了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调烟税的目的不是用来做长照 而是为了要什么 为什么要让民众少抽烟呢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要让民众少抽烟 最好的工具就是价格 价格 台湾的烟 大概只有新加坡同样一包烟 价钱大概一半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到国外去 有抽烟的朋友知道 有抽烟到国外完 回来的时候怎么样 一定没确定要带一条进来 带一条不够的 还要找朋友帮忙带一条进来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买便宜的烟 那你烟贵的时候抽的就会少 那至于抽进来的烟 民众因为少抽烟 这个健康条件改善 抽进来的烟税要干什么 这其实是两回事 基本上应该是两回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也因为有这样一个烟税的益柱 确实我们国内这两年 在做长照的部分 确实是我们的财源有比较充裕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会好好用这个 这样的经费 让国内更多 有需要使用到长照的民众 可以得到需要的照顾 先说我们到这边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一个小时 大家要记得 是哪四个数字 19的 对 那谢谢专闻很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 国家有哪些长照的资源 那接下来我们 需要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些资源 所以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非常火星的邀请到的是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 陈锦宁秘书长 要带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怎么样来善用这些资源 得到自己需要的资源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陈锦宁秘书长 谢谢 各位伙伴早安 好 星期天的早上 大家这么认真 花了一个早上时间 我们来听一场演讲 但是我相信今天大家 不会空手感 刚刚专闻一直提到五个字 所四个数字 还有五个字 叫家庭照顾者 谁是家庭照顾者 对不对 没有人 不会是家庭照顾者 只要有家人 所以 你什么时候听最长演讲 我觉得都实用 特别是现在都还没有遇到的 其实更好 因为有些事情 需要激早准备的 包括我们跟长辈的沟通 跟家里 我们在安排这些事情 年轻人为长辈安排 或者长辈自己要做一些选择 其实都涉及到一段沟通 所以我现在常常在敬意我的家属说 其实你只在第二集 第三集 轻步阶段 你都试着让长辈 开始使用一项到两项服务 为什么 跟今天的标题有关 你要开始迎接陌生人进来 开始习惯 有外人为你照顾 这件事情 这反而是台湾社会 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很习惯 把门关得紧紧的 我们很不习惯打开门 我们迎接一举陌生人 但是 我自己最近这一年 其实政府做得非常辛苦 刚专委 其实不要看他这样 他今天看起来精神挺好 有一曲推不过的同仁 在过去这一年 可能加班到10点11点 因为我们整个政府的长辈预算 从过去的10年20年间 最后阶段 大概每一年三四十例吧 现在是几例 预计300 那去预计300年10倍 突然要增加一个那么大的量能 其实这个社会 还有这些民众 是吃不太下去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消化的 所以你可能当中听了很多很多 国家现在的部件 现在此刻开始 请大家换一个角度 因为刚刚是服务提供者的角度 我们现在从服务使用者的角度 来拆解 来解释 刚刚听到的 我们怎么用 我们怎么面对 好 那我今天有个标题 因为我最近在思考 强教2.0 刚刚你问得很好 这是很棒的题目 因为加总的0800507272针线 不止一次接到一个民众来电 问 为什么叫长照2.0 他说 而且他自己还有答案 他说 副署长 是因为长照2.0 零两千元 一年零零一千元吗 一点都不奇怪 过去的社会福利都是给钱 最简单 给钱最简单 但 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高龄化社会的照顾 你有钱也买不到服务 是吧 那所以现在的这套系统 有一点复杂 所以我今天的报告重点 你走出去 刚刚说要记得1966就好 你等一下走出去 也记得 五个字 长照4包钱就好了 带着4包钱的观念出去就可以 然后如果不懂了 就打1966 不然就打加总专线 0800507272 我刚刚在听说3分钟左右 家总的境线9.1分钟 也就是照顾者会在戒指电话停留更久一点 为什么 他会问一些他自己的问题 我怎么兼顾我的照顾跟工作 我的家庭角色 我要照顾下一代 我还要照顾上一代 我怎么做好一个三年之时代 所以 有很多民众跟我们说 这条专线 这条温暖的专线 你打进来 比较听得懂 你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 那个家里面 我常在想说 做了这条专线工作后 我几乎不用看连续剧 因为这条专线 每天打进来的故事 比电视台的偶像剧 连续剧还精彩 好 总之 长照2.0 新家人关系 各位换一个角度 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 这么复杂的制度 其实今天要选两件事 一个观念翻转 一个理性做安排 那怎么做安排 等一下我们有长照四包钱的试算系统 如果你现在有手机 你就可以拿出来 你打入长照四包钱 你输入已经有个线上的试算 成事的 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 好 那在新家人关系中 为什么叫新家人关系 因为旧的家人 已经有办法作丹我们的照顾 各位 你觉得照顾是家庭的责任 还是国家的责任 哦 这是一个非常的妥协的说法 谁摆在前面 绝对是国家的情绪手 国家伪重 国家做优先 然后 国家做完不够的家人 再来补进去手 有一个人非常勇敢去手 差不多都是这样 从一开始 我每一场演讲 先问这个题目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太有趣了 到现在为止 各位都觉得 照顾是家庭的责任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在骂政府 你为什么骂政府做的不够好 因为到现在为止 你还觉得 照顾是我们家 就该负担的事啊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在去年 哎我们都说 等一下走出去 请不要再讲一件事 说长照钱不够 去年不是 去年还退回去吧 只执行了六成哦 县市政府退回了四成的预算哦 而且还不是310 是160几亿而已哦 原因是民众有买单啊 而且还是很多家庭 还是实用的外劳 OK 好 所以对你来讲 新家人关系中有谁 就是刚刚 这个专委在讲的 这些服务人员也好 这些专业人员 职能治疗师 社公司 护理师也好 他会是你的新家人 因为他会帮你撑起新的照顾 那因为旧的家人在哪里 不见得不是 没有爱 不愿意照顾 而且他出外工作了嘛 最近不是在讲北漂吗 我们接到好多北漂青年的 长照求助电话 他担心他在中南部的父母 怎么照顾 所以我们刚讲那30个据点 现在在做一项工作 北部接到电话 通知南部据点 去看他家看一下 怎么帮他南部的父母做好安排 那这个是做 所以政府在做的是一个网络的计划 那其中一个新家人 请把我们加入 就是家庭照顾者管理者总会 从1996年开始 我们其实只专注一件事 就是家庭照顾者 各位你刚刚在听 这个国家的固件也好 我们整个社会在讲 常照这件事 过去在讲的都是谁 偶下去的那个人 我们曾几个时 看到那个很辛苦 在照顾他的人 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家总关注两件事 第一个充足的选择 让没有人因为被迫 而要成为照顾者 现在你周遭有多少人 因为照顾必须离职 必须提早退休 现场应该就有 因为按照顾调查 上班祖宗五分之一 面临照顾的压力 跟危机 辞职的危机 所以没有人应该 因为别人的倒下 而过度牺牲 包括牺牲的工作 婚姻 包括自己的家庭 现在有一些家庭 因为照顾离婚 第二个 如果他自愿承招者 应该要有充足的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消极的来讲 如果我只做支持 就是给知识指导 给心灵的支持 告诉他加油 撑下去 再撑一下下 可是我们想做的不只是这样 在我们现在线上第一线 看到很多 其实是根本一开始 就不应该成为 那个照顾者角色 因为 其实照顾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它就是一个工作 可是很多人在进入 那个角色之前 没有想清楚 请问大家 你耐烦吗 你是完美主力者吗 你很认真吗 如果你有这些特质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因为进入家庭 照顾者这个角色 有非常多的挑战 那这个挑战里面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 在跟全球 这个组织其实在全球都有 那我刚刚在讲 台湾其实进步 我们从1996年 大概才20年 最早的一个成名 叫Cares UK 英国的家总 成立了53年 就是在53年前 他们就看到 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我们需要 期待 那在整个日 整个亚洲 其实日本也才成立 第八年 所以台湾其实 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很早有一群学者 开始已经关注到 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我们在2000年 自己从设了0800专线 到2015年 我们校说叫 由国家 改由国家支持 校规国有 由国家来支持这条专线 做情绪支持 照顾技巧 刚刚在说的 但重点来了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 长照2.0 不只是训练更多更好的 家庭照顾者 而是要松坊解放 家庭照顾者 让照顾者走不出来 维持他原来既有的 工作的项目 所以30个据点 现在是共同跟工作 包括跟1966 有一个双轨 利用化进行到1966后 如果发现有高风险照顾者 希望能够通报 给这一条080专线 由30个据点撑起 现在大概发现 从大数据发现 大概十分之 十分之一的照顾者 有高风险的危机 包括没有照顾剔手 然后劳劳照顾 他可能自己就是病人 还在照顾 这些都是高风险群 然后对家族来讲 也开始发现 有五个阶段 其实每个阶段 的问题不太一样 新手的阶段 不知道资讯 不知道如何照顾 你给他技术指导 可是到资深阶段 到这个阶段 常问的问题是 秘书长 我什么时候该放手 我已经照顾到撑不下去了 可是我把长辈 如果要送到机构 我有很大的罪恶感 我怎么办 所以每一个阶段 他其实遇到的挑战 并不太相同 好 刚才讲全台湾热锅上的家庭 图片不见了 不好意思 大概76万 这边其实有讲很重要的图 大概有三成的外劳 目前使用长照服务 大概一成五左右 我的一成五 比较严格一点 就是只使用了居家服务 日间照顾 跟家庭托顾 这些可以取代 家庭照顾者服务的人数 大概在九万十万人左右 那有半数以上 全部都有家庭照顾 而其中 轻中度占了八成左右 家庭照顾者 平均照顾9.9年 13.6个小时 其中女性 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女性是高风险 成为照顾者的人 从配偶 女儿媳妇 男性逐渐增加 我记得 我自己论文写的就是 女性家庭照顾者 在25年前 其实男性没有那么多 大概只有一成 最近 这二十年间 最大的改变 就是男性变多了 女性的排序 从配偶媳妇 变到配偶女儿媳妇 就是乖乖照顾的媳妇也变少了 那这当然跟家庭的结构有关 也跟女性的自主 不愿意成为 那个只是照顾者角色有关 好 再看一个危机 四十岁到六十岁间占了半数 也就是还有劳动力人口 有在家担任一比一照顾者 这是国家多大的损失 我们台湾从二比一六年开始 因为婴儿炒过后 年减十八万劳动力 可是有很多人 辞掉工作回家担任一比一照顾者 这是有浪费 这是有浪费 但是他们最感到忧郁的工作 忧郁的问题就是工作也好 经济压力 尤其这种一比一照顾者有一个风险 我们不像德国 德国的长照保险 它是觉得 它要补偿家庭照顾者 由国家给家庭照顾者一份薪水 而且保障劳保不中断 各位在台湾有这样吗 没有的情况下 你绝对不要延迟 你离职了之后就代表 你现在全心投入一份照顾 可是日后十年过去 二十年过去 你可能是另外一个重低收入户 因为你没有得到保障 所以包括照顾者也发现 在国内外研究发现 他的死亡率居然比 被照顾者可能都要来得高 好 家庭照着压力 身体很累 心情很复杂 尤其我们打电话进来 诶 这间婚姻大家已经问了 大家觉得一个人 独生子女的家庭比较可怜 照顾比较可怜 还是有七个兄弟姐妹的子女的家庭比较可怜 天哪 大家都这样回答 可见 还有一件事 我们今年六月跟联合报第一次都做全国大调查 问台湾人说 诶 请问你家有没有因为照顾吵架 有 你们觉得有几成 你猜 你觉得几成 八成 你觉得 你快下盘价 九成 有人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各位 调查出来的结果只有三成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失误 我们应该把题目设计成说 你听过别人家 因为照顾吵架 而不是你家因为 因为你家的时候 你会不愿意承认 你会不愿意去谈这件事情 逼而不谈 这就是台湾今天最大问题 你谈家庭照顾协议 我们不愿意把 不能讲丑话说在前面 但是把事情先清清楚楚一开始讲 很多照顾者都说 秘书长我怕吵架 然后我会告诉他 只是现在小吵 还是未来大吵的问题 这个 要避开这个鸵鸟心态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你们来讲 那台湾社会在现在面临大概两个挑战 在照顾这件事遇到两个挑战 一个是家庭照顾悲剧 这也是我一直在提醒政府说 你真的 你做到老门 方向到老门 为什么 你在做的事情可能需要时间 资源要涨 需要时间 可是两三个礼拜 就出来一件照顾悲剧 你觉得大家不会怀疑 这个长照2.0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照顾悲剧大部分发生在什么样家庭 我们说平均9.9年中 前面大部分时间是轻度中度阶段 到最后卧床时间 刚刚专委在讲 我们国家希望缩改的卧床 但是一定有卧床 要卧床需要谁照顾 需要一个人 需要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外劳 就是自己辞职回家 要过来就一定要几个 可是我们的长照2.0 其实现在没有补经济动 所以最重的那一群人 反而没有得到当下最需要最快的服务 这是现在的漏洞 这是我们可能 因为既然是长照2.0 一定有3.0、4.0 我很期待 就是我们在改变这个制度的同学 你们想像 为什么会发现知识问题 而其中有一个最大问题 孝道文化 所以各位 不要 要自己心中要有一把尺 好 你的人身上 或在自己身上 好 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最合余家庭的安排 不要听别人的 好 就是这种 街上拒绝孝道网架 好 就是在做这个过程 要理性 要严格的去评 特观的去评估这些资源 做一个最合乎家庭的选择 好 第二个挑战 是照顾离职的问题 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照片 跟这个故事 这是天下文化在前面的时候一篇报导 高野招宏先生 45岁 日本 这个背景 如果大家去过日本 大阪的道敦厥 一个很热闹的闹区 旁边有游民 他们去调查 每一匹去调查游民的时候 发现了这位高野招宏先生 那为什么喜欢 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真好 他说他当时是一个中阶主管 为了照顾爸爸必须回家 然后回家的时候 老板就告诉他 一旦你拖下旅贷 再细回去 就没这么简单了 我们这人讲话都很隐晦 如果在台湾 老板有直接大说 你真的不要回家 我你老板都活着 你会变中低收入骨 他们讲得很隐晦 他说 我以为我有办法 可是我不断掉入深渊 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跟我们常常在讲 常照就像看不到镜头的马拉松 他跟照顾小孩最大不同 小孩会长大 会让你感受到愉快 会让你觉得有成就感 而照顾长辈 是一个不断不断往下的过程 你只是一直在那边hold住hold住 但是他最终会走下来 所以这个照顾 有很多对自己身体的 劳动力的挑战也好 其实心理的冲击也是非常多 可是我们大部分国人 都像没有穿上盔甲的战士 就急急忙忙上战场 所以各位 你今天来这边 你是聪明的 因为我们要先 我们要先理解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之后 我们能做什么 这也是后来 家总也很努力去看 因为日本就开始 讨论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这个议题 一定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照顾 而在这边 也为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 你知道日本的小姐 在相亲的时候 只为一句话 就决定她下一次 要不要继续相亲 家里有没有老人 还有没有 你是独子吗 父母双亡吗 好 他会问 你是长子吗 不只是独子 你是长子吗 因为日本是一个长子制 其实日本政府 又要挑战都很大了 包括它的工时 都比我们强很多 他们还有那个什么 居酒无文化等等 所以安倍那个在2016年 推出了一个 临界护离职对策 就是要把 那个照顾离职的人数 控制下来 让大家安心安定 所以他们推了一个 93天照顾假 一个家庭 一个老人 就是93天 你有一个儿子也是93天 四个儿子也是93天 自己去分 而这个价 领67%的薪水 93天要干嘛 不是叫你回家照顾 是叫你回家安排好照顾 各位 刚刚周专闻讲的这一套 打1966要不要时间 在家里等门等1966的专员来 要不要时间 要不要请假 等新的居服员来 要不要带长辈熟悉 要不要请假 要不要去日照中心 多看几家 日照中心 一天长辈就可以失营了吗 要不要陪 然后日本政府很贴心 不亏为服务业打鼓 就是他想到这些配套 这些是要配套的 这是长照2.0的配套 他让子女有预律 请假 回家好好的照顾安排 好在这个照顾安排中 所以我们要聪明 我们要以过离职照顾为目标 今天来的 我看到有年轻时代 也有比较年长时代 我们都要建立这个观点 我们要帮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年轻人 顾好他们的工作 所以全家人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有几个翻转 这是我常听到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问大家 大家觉得 家人照顾最好吗 有开始要通 因为有很多 家人照顾就常会这样子 家人照顾一定最好啊 因为我们最爱我们的家人 好问题哪个 你又没有说过专业训练 你凭什么说你最好 长辈在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白老师 好 因为你一直在试嘛 好 因为我你亲自照顾才孝顺 你真的 真的把照顾想得太浪漫了 而且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拒绝孝道绑架 所以如果再有人 告诉你这句话 你要告诉他 这个观点落伍了 现在要聪明照顾 不是亲自照顾 第三个 一定要无畏骨质 每一步都看着一杯水 都帮长辈到的这种照顾 才叫好的照顾吗 不是 因为你反而会让长辈的生活自律能力 快速去讲话 第四个 送机构照顾等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这样想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电话牵线 这么挣扎 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这样想 而亲朋好友都在这样说 为什么做不到这件事 刚刚专闻讲了 那个人口结构 我们另外一个调查 这是我们六月的联合报 在全国的大调查中 诶 这也给我看一下 你的亲人当中 这个调查在调查什么 他发现每一个照顾者 在说他的长辈平均有九位家人 就是说 这个长辈可能有几个儿子 几个女儿几个媳妇几个孙子女等等 平均九位 但事实上真的投入教育不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其他人不见得同住 或者他根本没办法照顾 第二个 没有住到机构的长辈 就是住在家里面的 有四分之一是一人独立照顾 这是这样可怕 就是一比一照顾 那里面大概又有五分之一 是属于我们讲的 牢牢照顾 那他对资源就更不了解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常常为什么做新家人的关系 我最近常常浮现这个画面 如果我有幸可以做行销 这个长到二点 真的就是 1953年 日本有一部很经典电影叫 公经故语 各位今天如果有空可以拿出来 看一下 1953年是距离现在 几乎已经是六十几年前 六十几年前 七十年前 已经在谈到工商社会中 就是讲一对父母 子女 四个子女 生了四个很多了吧 全部不住在一起 他住广岛 子女全部在公经 所以他去公经探访的一个历程 在里面已经看到当年 六十七年前 已经看到日本的危机 家庭公经 家庭不是大家庭 就是一个小家庭 后来副部电影 在六十年后翻拍 翻拍成了东京家族 就是新的 可是还是在讲同样的故事 所以这本在六七十年前 就看到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讲 长照新家人关系 因为你的新旧的家人 已经难以依靠 他已经不在你身边 你必须要找到新的伙伴 那谁是新的伙伴 我最近在想 包括你的同学 你的邻居 真的是静灵 可能比那个远亲 也在天边的儿子 要更值得依靠 同学 同学会 所以最近我开始比较努力 积极参与我的国中同学会 高中同学会 有一天也许我们要彼此照顾 彼此互助 所以在这个关系之下 你先改变你的观念 那你想一下 你如果改变这个观念 你就不会对你的照顾员不好 因为他是你的新家人 你要对他好 他才会对你好 所以也不要去 你不会用那种 比较像客户的心态 去挑剔他的服务 而是怎么样跟他协力 共同去做好这件事情 包括谁 包括你的外劳 你的外期看工也是 所以怎么样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新家人关系的重建 当然 这个是观念的翻转而已 实际的做法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 你开始要有个 阶段性的照顾安排的想法 什么叫阶段性的照顾安排 其实主要的照顾方式 如果拆解 刚刚政府讲的那些 长照二点有这么多 我想大家万箭齐发 我早上想说真的 2018年是一个台湾全岛长照大实验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家庭真的需要 是什么服务模式 但是从家庭的角度思考 就是三件事而已 我是选择住家里 我是白天出门 晚上回家 还是住机构 那住的 如果是住家里 你就有不同选择 你自己在家照顾 政府 情外集商工 还有政府的居家服务 所以你的选择就不一样 而这些选择呢 会透过什么 来决定 然后我们讲 这是一个动态 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此时决定 他就不会改变 他会一直一直改变 改变是长照历程中 一个最大的特色 不变才是奇怪的 在这改变当中 会因为老人家的病情变化 这是最大的挑战 再来家庭的照顾人力的改变 所以我们接到不止 我们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临时子女要调派到外地工作 怎么办 本来照顾得好好的 怎么去因应这个调整 好 经济调整 当然是一个考虑 可是我真的必须要讲 我们现在真的比较幸福 尤其在今年 从107年1月开始的 长照四包钱上路后 我们能使用的东西多很多 工作多很多 可是各位 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 还有有些人是 他在自己的观点不想用 所以请大家 要善用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么混搭 然后这些安排 其实在不同阶段 那不同的阶段 涉及的一件事情叫 代价要花的钱 各位正式的家总根据一个家庭 历经9.9年 平均9.9年 可能会遇到 可能会遇到的支出花费 做的分析 有两项很固定 一个叫一次性费用 就是你买什么床啦 你的扶具啦 然后这些轮椅啊等等 大概买了可以用很久 这个叫一次性费用 那有一个叫财尿费 耗财 每个月尿部费 营养费 这个清洁 用品费用等等 这两项 会跟着家庭的水准 收入等等 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而不太一样 可是有一个最大的 照顾方式 如果你一开始就选轮外了 一个月 22平到25平 跑不掉 跑不掉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政府的长照服务 我先讲 刚刚讲的第一包钱 不是一万到三万六千元吗 换算16%支付 等于一个家庭只要花每个月 一千六百块到六千元之间 你就可以使用居服跟制造 那我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 其实在非常重度的家庭 说实在 我们常常很不忍心 我们也不会叫照顾者平成 但是他非常适用 是前面有占了八成的人口 就是那个轻度到中度阶段 你用得好的话 其实老人家 他的生活自己能力 可以维持得更好 可以维持得更久 好 所以 有一个图 刚讲那个历程 从衰落起 老人家一直到离开 这段时间9.9年中 其实家庭是在一个滚动的过程中 而这滚动过程 慌乱 适应 稳定 开始找资源 找各种方法来搭配 稳定之后 不要忘记 下一次并请变化 所以我们心里要准备 这个挑战会一直在 但是我也没有悲观 对我们家庭在发现一个 佛教藏造教练 我常跟同人讲 这个东西 你只要交一次 就像各位你今天来这边听一次 然后到你自己用到一次之后 其实你就会有概念了 我们在培养这种家庭的韧力 在因应这种变化里面的韧力 跟这个应对这个变化的准备 跟不要这么惊慌的部分 好 所以话说来 来总结一下 平均9.9年 你家有多少子带 所以呼吁大家 前面阶段 不要拿大炮打商量 因为后面很少钱 你的钱 国家帮你留下来 你留在后面用 好 因为一件事 你真的不这样会记得 再加总最高一个案例 33年 照顾了33年 一个年轻小伙子 打来退伍的时候 要去沙烏地阿拉伯工作 没去 最后留下来 是孝子 照顾爸爸 接着照顾妈妈 最后 现在六十几岁 父母都走了 房子也没了 他就跟高野招孟先生 没有什么两样 好 后面留得青山在 好第二点 照顾过头 反而对长辈不好 所以你爱长辈的方法 反而是在轻中度阶段 使用长照2.0 因为他可以让长辈 继续发挥他上游的功能 第三个 拼外企单工作就好吗 不是 各位要有个风险概念 不要把鸡单 放在同一个栏子里 你的外劳会一直在吗 你现在都南亚经济起飞 你觉得外劳还有多久 不会来了 他在他当地可以赚22k 他何必漂洋过海来照顾 我有一次在立法院 遇到劳动部长官 我有问他说 我说长官 你们都没有中长期计划 现在印尼 每次跟我们发生于是纠纷 动则用冻结外劳 他根本不用派那个什么军队 那怎么办 长官说 律师长 要担心 我们有对策 我们已经往缅甸跟柬埔寨 再去找那个外劳 他说 对 长官你下次找不到 你可以去非洲的港国找人 各位不要笑 我心里有做好准备 也许有一天 台湾会有港国的外劳 真的没人你能怎么办 如果像现在这样子 一比一照顾怎么赶快走出来 我们能怎么办 好 什么是长照2.0 刚刚长官有讲过了 我们现在摆一个角度来看 什么是长照2.0 他叫社区整理照顾服务股市 所以重点在社区 所以为什么机构不补助 三种人 失能失智 长辈加身心加害者 目前这一轨还在持续的进入中 他的精神在地老化 所以民众不然怎么看 当他身体有健保 当他倒下有层起照顾服务 而这个 其实政府有划分一个一个区域 在日本的模型中最好的区域 大概在一个国中区区 为什么 成人步行可达的范围 就是不会太大 就在你家附近就看得到 我们要认识一个叫教管中心 其实就是1966 是1966 你打去 那个电话后面 就是一个政府的各县市的长照管理中心 他在负责评估你家可以拿到多少的额度 放大到一个社区 ABC 因为你常听到 所以很多人问 我就用这个图说 有一个A单位 这样的一个国中学区的范围的A单位 有特殊功能的B单位 然后很多的C单位 门槛不高 可是他负责发现个案 如果他看到你 或是你问他 他可以赶快连结到上面的A跟B 然后帮大家做整合的服务 所以最好的理想他就在出品 看得到 找得到 用得到 这是理想 不过各位 不晓得 你们开始用了 不过等一下 可以再说 政府提供长照四包钱 现在已经用到了 再来一个 外籍看过家庭也可以使用 不要放弃你的权利 虽然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不一样 第一包钱 刚刚讲这些第一包钱是 一万到三万六千元之间 你只能拿到三成 外籍看过家庭只能有三成 而这三成又限制在一些使用项目 就是右边 你只能用一些专业项目 不能用左边 左边是居家服务 日照这些 不能用 因为他假设你家已经有外劳了 你把机会让给别人 所以我给你的三成用在右边 可是三成好好的用也很好用 你看三万六千元的三成 因为大概 外籍看过家庭都是重度的 因为以第八级为例 大概可以拿到一万多块 一万左右 你看赋能照顾 什么叫赋能照顾 到你家去看长辈 怎么样让他的功能可以更好一点 可以维系 一次一千五百块 所以你几乎在每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就可以排一次 所以这里面是需要一点搭配 所以需要一点搭配的 好 这些很复杂 没关系 问你的1966 好不好 我们只要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跟原理就好了 还有两个新政策的提醒 最近劳动部有提供外籍开工家庭两次 而且会有通议跟 护理人员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很多人也不知道 可以打去 应该1966 应该也可以转介 不然就要打到当地的老工局 第二个是 最近政府很用心 有一个外籍开工的传习政策 会派人 让外劳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 那当然初步 可能会是在家庭功能比较不弱 老老照顾 像老老照顾照顾家庭 等一下也许可以再深入说明 好 咱们申请 刚刚讲的1966 自己打电话 自助 第二个 因为现在很多的新手照顾家庭 是从医院开始出来 你可以在医院阶段就问你的医院说 请问你可以帮我转介到长照的服务吗 长照2.0服务 他们有个衔接长照2.0的出院准备计划 好 这张图就是照砖 你哪一左右都后 照砖会到你家 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张图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 照砖现在手上不会拿纸跟笔 他会拿一台PAT 他会拿 他现在是数位照砖 后面有个机器人评估 他会帮忙评估 第二个 第一次 我们会强烈建议家属 在第一次评估的时候 一定要请假配在旁边 为什么 还有 如果他是要安排进来 前几天就要开始跟长辈沟通 因为长辈很有趣 很多长辈很爱妹子 平常一杯水都要你把它拿 看到有陌生人来 本来站不起来 那天都站得起来 你站起来以后就差一集或两集 你刚刚讲的一万到三万六千元 一起差两三千 所以我们要如实 但是真的 因为很多照者都很冤 她说母亲本来又很乱 可是那天来就对拔如流 看不出是不是这症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困扰 不过没关系 就是这个 这个准备是很重要 再来确认问题 你就是把你的问题跟她说 那有人跟我们讲 那不是啦 我就尽量说 我就说很多 你说很多也没用 因为你的额度就是核定那些额度 你超出的每一分钱是百分之百自负 所以要说重力 那现在像我们现在会介绍 像洗澡啦 她真的耗费比较多体力 如果是这样比较冷 真的要大量下降她的那个负荷的话 洗澡 陪伴外出 有些长辈要呆育 要什么 其实有一些项目 就要思考 怎么的聪明用在应该用的项目上 好它是一个点三式服务 所以你要聪明搭配 刚讲的 不是吃得多就好 你要吃到重点 然后呢 让长辈生活 我们不要只看到那个长辈失能部分 我们要看到还有一个功能 怎么样让那个功能 然后透过这些专业人士的协助 让它变得更好 好 她会开始派案给各单位 所以家庭要习惯解释 有很多人会进来 我们今年的聪明招呼者选拔 第三名 她说她一个月有五位专业人员 会跟她接触到 所以我们要开始习惯 跟专业人员共同工作 而她是我们的新家人 这件事情 所以对不同专业领域的认识也是必要的 像是给我卡钢 社工人员 什么是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它会开始出现在你的这个长照2.0的使用环境中 所以怎么认识一个个专业 会对你聪明使用它会更有满足 好 讲了这么多 您吸收了多少 我觉得很困难 您会忘掉是正常的 好所以下面呢 家序就设计了一个口诀 我想把刚刚讲完事情 我们再重新复习一遍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试试看 未来我们再想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有一个SOP 好 一工具两天化三步骤 谢谢 谢谢贵父 今年给了SOP 所以长照1234 以照护不离职来做一个目标安排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一个工具 刚讲了长照地理地图 其实这个地图最大的功能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短作 是要让大家变得务实一点 我刚讲的都很理想 是一个理想状况下 有服务可以攻击 可是各位 你今天住台北市 你是幸福的 你知道有很多地区 不见得这么多的资源 那也有很多地区其实 资源长得不太美好的 所以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地图的举集 一个重要观点 是看你家到底附近有多少资源 你要不要搬家 我不是在说笑话 我们曾经有一个 照顾者进来问的问题是 请问秘书长 有没有背老人家上下楼的服务 台北市有啊 台北市有机程车司机在背长背 各位知道吗 有一百多位 可是这不是好方法 这个要花钱 也不可能每天背嘛 所以那个 我知道四联一的那个 王胜监总院长 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好喘声 他说在台北 住失能老人 重度失能老人 住在二楼以上 就像住在天乡 是吧 下不了楼你什么东 你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好 所以这件事情 然后好 我刚才讲他进来问什么 背长背负 后来 经过长照教练四包钱的盘点后 他决定做一个决定 从台北市搬家搬到新北市 台北市的房子自己的租出去 因为房价不足 租两万五 搬到新北市 旁边就是日照中心 老人的托儿所 电屁大楼 租一万五 多出来一万块给给 干嘛 富 自负额 日照中心自负额 错错有余 然后他白天空下手来 他自己照顾 则可以干嘛 去工作 去工作 所以这个 这个安排 好灵活 我真的觉得挑战是很大 就是我们大家要动动脑 要有一个思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 刚刚那个 我们期待了 未来第一个地图可以长成这样 你输入地址 方圆设定几公里内 你家在这里 你必须所有资源都会出来 将来家总预期待做一件事 我们希望把照片可以放上去 评价都在上面 使用者评价 我们用过的人可以彼此交换 学长带着学姐 学妹 学弟 好 两个电话 1966 刚刚讲了三分多钟 第二支电话 0800 50 727 家庭照顾者专线 真的 其实1966的照顾专员的负荷量 非常大 他们一个人要负责好几版案 所以我们来分担一些 那这些分担里面 包括我们看到更多 刚刚讲了家庭照顾者 我们一起来思考 动动脑 有没有更好更聪明的一些照顾的方式 三个步骤 盘点资源 盘点资产 才开家庭会议 各位不要反过来 现在很多家庭为什么吵架 两手通通去吵架 你想一件事 如果你今天回家 告诉家人说 各位你一定都不知道 我跟你们说 政府其实现在最高 一个月不住到三万六千人 你觉得家人会开心 他们会觉得有一条新的路可走 不是只有家人也有照顾 或者聘管其他的狗 还有别的选择 所以盘点资源之后 该付什么钱 谁来付 先把政府的补助算进来 再看长辈 有没有一些金费可以付 我们就有一个案子去讲 长辈有一栋房子 照顾得很辛苦 后来长辈是住到机构去 他的房子其实透过房租 已经可以够 再加上自己的退售金安排 重新安排后 是负负机构的成本 又花费的 所以每一个家庭 今天在这边讲的事情 很难 就是一个大概 一个SOP而已 可是真的进入到 每个家庭的问题 欢迎你打电话 刚专门讲的没错 很多家庭问题 是因家庭而已 还要再做更多的盘点 最后是长照四包钱 这四包钱也是因为 我们觉得有点复杂 我们就加总就开发了一个 线上试算软体 那我刚刚讲的 如果不清楚 各位一定要进入 这一个四包钱的网站 左边 什么叫四包钱 点三试服务是什么 周长期的照顾计划 该怎么定 每月组合怎么试算 道称阿公一个案例 这个是微服务提供一个案例 都在这里面有呈现 所以要更新 现在很多组织 都在帮各位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陈阿公 基隆 住在基隆 先描述一下 他是一般乎 不是中乎的 女儿一家人都要上班 那他呢 其实是一个开朗的阿公 他每个礼拜都想要出去 都外面串串的本子 虽然他一定是第五级师呢 所以在照 他打电话到1966后呢 赵砖就来家里停伏后 就开始给他四包钱的最高额度 好 2万4 第五级是2万4 交通接送 因为住在市区 所以呢 就不会补到那么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住在南投的 信义乡好了 信义区跟信义乡差很多 好 所以呢 那就有1600堂 辅具三年四万 其实真的很好用 也鼓励大家 其实长辈如果有辅具 有无障的环境改善 他在家里有环境相对 然后就是预防地道 所以那个防滑店一定要做 扶手要做 好 最后喘息服务 因为是中毒 所以是那个属于叫做 换算大概是14天的那个等级 3万8千元 好 所有这些他开始试算 如果他选的是居家服务 他开始有墨浴 极足墨浴如何如何 试算后 譬如说以他2万4千元这一级 他最后只用了1万6 他就是在那个额度内 所以他是16% 他就自付了2675 就可以使用这么多一个月 这么多的服务 所以你要自己去订个计划 好第二个 如果他超出额度 譬如他用到你2万5 超出了1200元 这1200元都全部资费 所以加起来之后 等于要5600多块 5千多块 好 所以这是两个失算 如果你换算到 用你的系统去算呢 你就分入一般部第五级 没有聘务外劳 基隆市人安局下一步 这一包钱全部会出来 出来以后 这边有加号 加号以后你就去算 你想要失算 什么样的服务基础 他那里面都有下面去可以选 选完以后 也是下面直接放你失算自付了 就我听说 已经有几个县市的照专 已经拿这个系统去跟 我们的民众开始做共通 好 这个就是长照1234 来请各位跟我附送一次 一是什么 一个工具 两个电话 三个步骤 四包钱 不要忘了 好 最后 善用长照2.0 聪明照顾 还是回来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案例 而且 也希望政府不要再办这种奖 什么大校奖 然后再鼓励那个照顾得很久 很苦的照顾者 错 这是很弱我的想法 今年也希望不要再办 这是很错乱政府 为什么我很努力在推 抢照而言人 内政府还在办大校奖 什么忍受病痛折磨等等等等 好往下 好 我们要鼓励的是聪明照顾者 聪明照顾者 这个是我们去年第一届 伊德林大哥 他用两班居服员 还有一个 各位 记得去订一中照顾计划 他把班表排好以后 就让他的居服员两个 早上一个负责备餐 负责出去走 出去外面绕里绕 下午一个洗澡 做被动关节运动 腹健等等 三个人配合得很好 他的两班居服员 一个用了四年 一个用了五年 他们就像新疆人 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是 他假日自己还使用机构串息 就让他自己假日也休息 他负责就是晚上的时间在照顾 所以他看起来清清爽爽 虽然他就说虽然他要照顾 但是他不能够 他必须要工作才不会核心背包 然后他必须要把自己照顾好 才能照顾好别人 好我们下面有好几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今年最新案例 也是在长照四包厂的那个网站中 来 中转尾 你笑得挺开心的 好 谢谢教委 也替我来分享 我们的阿嬷 第一名的阿嬷 是一个老老照顾的案例 自己家庭28年 28年以后 还笑得这么开心 我真的也很少看到 所以真的 原住民的同胞 有一个很乐天的 这也是很好 在照顾者中 这是一个需要有的特质 好 你看到第八集 他就善用了这四项符 包括家庭照顾者的书压活动 就是团体等等 帮助他走出来 第二个 第二位他是也很带照 他自己有一个新生儿 那他也是 他用日照 你看他是周一到周四用日照 周五他特意接爸爸回来 因为他说他想要让爸爸跟小孩 有一个三代同胞的机会 好 所以每个家庭其实会因着不同的状况 好 这个更棒 63岁 把妈妈送到日照后 自己去考照顾复远 现在常照顾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一个很棒的启发 从一比一的家庭照顾者 日照中心是一比八 他一个人可以照顾到六百八个人 所以这样的人力就会出来 好 我们就要善用人力 好好让人力放出最大的功能 好 刚刚讲 有一位先生 照顾失能的太太 他怎么做 他把原来工作吃掉 因为他知道他无法那么长途的去工作 所以他最后他争取在自己的大楼当管理员 自己主动 所以直接去当管理员 然后把他的照顾安排等等把它做好 好 这些故事都在网站上 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 不过长照路上要两种贵人 一个叫长照教练 长照教练就是像1966或080 这些个管也好 社工人员也好 因为他会了解很多的资源 就像我今天这样子会介绍给大家 第二种叫徐长教 已经有经验的人 所以呢也奉劝大家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除了居住安排 时间的管理 金钱管理等等 我们都要学长照这条路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因为过去的人真的没有活这么久 所以我们因应未来的这个照顾的浪潮 我们要学习的智慧跟挑战会更多 我今天讲的如果不完整的 另外在其实台北市的民众真的 满心思念很多 我们自己在辽宁街有一个实验基地 里面每个礼拜三跟四个下午 都在做长照教练的说明还有咨询 所以如果你还需要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场面 我们就有一套整个长照教练的引导 好 最后 提醒大家 面对家人账户会开始一段苦的字 但没有任何人应该因为另外一个人倒下 而过度牺牲 我强调的是过度人字 一定会牺牲 好 最后停在这个故事 因为每次家族在外面讲完 各位 你觉得照顾是国家的责任 还是家庭的责任 有很多人说你一直去倡议国家责任 最后家人会觉得他没有责任 那就以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 我们之前邀请了瑞婷学者来 最后也有一位听众问了这个问题 那个学者就回答 不是这样啊 因为老人家也需要尊严啊 我希望我的资云永远就是我的资云 而不是胡适 我希望我跟他相处的画面 就是美好的画面 不是法式法文的画面 这个故事说了两件事 照顾者有自己的人群 他的生命不应该因为照顾而中断 被照顾者也有自己的尊严 他也希望被尊严的照顾好 以上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就是女租长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观念 去看这些事情 然后让我们知道 怎么去善用这些支援 所以现场没有听众要请教 美租长的吗 来 这边请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长照都是 刚才的前置条件 就是私自失能的 这些为对象 那可是我们现在面临高龄方社会 可能这些高龄者 他不是私自失能 可是他也碍于高龄 他已经失去某一些 他能够譬如他要自己备餐 也许他还是可以治理他的生活 可是有一些购物 或者是备餐那些 就是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的母亲 那他算是很健康 可是他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 所以他现在就已经 他还是可以活动 但是他就 有时候备餐需要再久 有时候需要端锅子 他就有困难 那我就在想这一块的 这一部分 我们有可以怎么来运用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其实长照2.0有两段延伸 一个是延长到前置的 研满失能师之计划 研满失能师代表 就是他还没有进入到失能程度 其实应该开始 让他有更多活动跟进行 维持他身体的机能 还有重要的是社区的互动性 所以那个共餐 为什么最近一直在看这件事 别走出来能吃饭 能够跟人谈话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 这段服务也很多 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太多时间 因为我们两个就只有两个小时 现在应该是进入1966圈 都可以问完长官 应该是可以 如果说有问题 0800也是可以 0800 507 272 506 那一条专线是可以 我们两条专线是合作的 那其实关于老人角色的安排 真的 像刚刚我在讲一个照顾咖啡馆 花一点时间 其实这个咖啡馆 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 是年轻 不是年轻的老人 就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到 失能老人就可以开始来来活动 所以这一栋大楼 这个是一个男星的模型 在那个华航后面 男星互星战朗 这个一楼是照顾华会馆 二楼是日照 三楼日照 失能是日照 四楼是社区关怀距离 也就是年轻的 这个就是还健康的老人家 他只是也许行动力等等 所以一楼可以共餐 四楼可以上卡拉OK 可以上一节课 可以有人说说话 可以走出来 想可以走出来是很重要 我们现在最难工作的一端就是 一直在家里面不愿意出来的状况 这个反而是 所以刚刚在讲说 如果是母亲是这个状况 那第二个 你刚刚讲骨子出生 我现在想 他应该还是要经过 因为他主动不过是生活自立能力 所以不因为妳是疾病是哪一种情况 是什么造成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 妳可以先拿這個又试试看 好 也許已經有到第二次在投入客 好 請問還有問題嗎 因為要吃飯 希望大家很準時吃飯的系統 很臭要不吃 好 謝謝女士長 讓我們來謝謝大家的掌聲 謝謝 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那各位剛剛手機裡面 可能有一些朋友有收到我們的訊息 是因為剛剛前面有大概提到說 其實如何防治濕的濕質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要 需要用到這些資源 要怎麼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剛剛前面開場的時候 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今年有在推 希望大家可以預防技巧症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大家手機裡面 你如果有加入我們的Lite 你會看到有些技巧症相關的訊息 然後有回答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參加我們抽獎 是有100元的超商禮券 所以大家也如果想要有興趣 加入我們基金會的Lite 也可以在外面 我們有同事可以服務大家怎麼加入 那如果您已經是我們的好友了 可以參加一下這個程度 那非常感謝各位運動來參加這個訊息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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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星期間 謝謝你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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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